随着人们对健康意识的逐渐提高 养生和保健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养生的过程中 很多人偏爱使用枸杞 因为经常用枸杞泡水喝 可以有效地保护肾脏 呵护肝脏 同时达到养生的目的 甚至有些人认为枸杞就是神仙果 能够包治百病 实际上枸杞不仅果实可以入药 其叶子和根部同样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可以说枸杞浑身上下都是宝 枸杞与人参 灵芝以及阿胶并称为中药四宝 利用枸杞制作药膳 可以帮助解决许多疾病 或者改善身体的亚健康状态 不仅现代人特别偏爱枸杞 唐代诗人陆游也特别宠爱枸杞 他在老年时期特别注重保健身体 平时会通过枸杞来帮助自己健身易受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枸杞具有清肝明目 补气养血等多重功效 许多古代医书当中都有关于枸杞的记载 如《本草惠言》提到枸杞能壮精一神 神满精足 使气可冲 血可补 养可生 阴可长 活可降 风湿可去 《本草经书》则认为枸杞肾肾真音不足 牢阀内热补一支药药 一、先来了解一下枸杞的营养价值 枸杞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天然食材 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 其中 最为人们熟知的是枸杞多糖 这种成分具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 抗疲劳 抗衰劳等 枸杞多糖是一种由多个单糖分子聚合而成的多糖 具有很好的生物活性 研究表明 枸杞多糖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功能 提高机体的抵抗力 同时还能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 对预防癌症具有一定的作用 除了枸杞多糖 枸杞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其中 维生素A 维生素C 维生素E等成分能够促进人体新陈代谢 保持皮肤健康 而钙 铁 新等矿物质 则能够满足人体对各种矿物质的需求 促进骨骼健康和血液健康 2 枸杞有哪些作用功效 1 护肝鸣木 枸杞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维生素A B1 B2 C核钙 铁等营养物质 这些成分对眼睛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可以缓解眼镜疲劳 改善夜盲症 具有护肝鸣木的功效 2 增强免疫 枸杞中含有多种活性成分 如多糖、黄酮类化合物等 这些成分能够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提高抵抗力 预防疾病 3 抗体劳 枸杞具有抗体劳作用 能够提高机体的耐受力 增强体力和精力 长期食用枸杞可以改善身体状况 提高身体素质 4 降血糖 枸杞中含有一种叫做枸杞多糖的成分 这种成分可以降低血糖 对于糖尿病等慢性疾病 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抗肿瘤 枸杞中的多种活性成分 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和扩散 具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 同时 枸杞还可以提高机体的抗癌能力 预防癌症的发生 3 枸杞的黄金搭档找到了 搭配泡水饮用 干变干净 睡眠也好了 1 枸杞加人参 人参是一种非常珍贵的中药材 它含有多种营养成分 如灶带 氨基酸 维生素等 具有滋补强身 益气养血 浮症固本等功效 在中医理论中 干肾是人体的重要脏腑之一 它们负责储存和排泄人体的精气 如果干肾亏虚 就会导致腰西酸软 头晕目眩 失眠健忘等问题 所以滋补干肾 也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手段之一 当人参和枸杞搭配在一起时 它们可以相互促进 使滋补效果翻倍 人参可以补充元气 使身体更加健康 而枸杞则可以滋补干肾 使干肾功能更加正常 所以将它们搭配在一起 就可以治疗肾虚肝亏等不良症状 2 枸杞加红枣 当我们把枸杞和红枣搭配在一起泡水喝时 首先可以感受到的是它们的美味 红枣的甜味和枸杞的微苦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种独特的口感 同时 这两种食材中的营养成分也相互融合 给身体带来更多的好处 枸杞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材 它含有多种维生素 矿物质和蛋白质等 能够滋补干肾 明目润肺 抗疲劳等 而红枣则是一种天然的甜味剂 能够补气阳血 安神抑制 对于改善睡眠 增强免疫力等方面 也有很好的效果 当我们把枸杞和红枣搭配在一起泡水喝时 它们的营养成分可以更好地被人体吸收 同时 这种搭配还能够促进体内的气血运行 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 在养护肝脏方面 它能够帮助修复受损的肝脏细胞 增强肝脏功能 促进肝脏内部毒素代谢 达到激张羊肝排毒的效果 3.枸杞加菊花 菊花被视为清肝明目 疏风散热 清热解毒的良药 菊花在中医的理论中 对于风热感冒 温病初期 木赤昏花 创庸肿毒等病症 有着显著的治疗效果 而枸杞 人们常说 它是清肝明目的佳品 它不仅具有良好的清肝明目效果 还能够补血安神 缓解失眠多梦症状 对于那些因肝脏毒素积累 而备受困扰的人们来说 枸杞无疑是一大福音 它能帮助清理肝脏里的毒素和垃圾 以此来排除肝毒 若将菊花与枸杞搭配在一起 两者相辅相成 菊花具有疏风散热 清热解毒之功效 而枸杞则能清肝明目 补血安神 若用两者泡水喝 则可有效地清肝明目 消散肝火 帮助排除肝毒 这样肝脏疾病自然无处藏身 四 枸杞加桂圆 枸杞和桂圆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枸杞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矿物质和抗氧化物质 能够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 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桂圆则富含糖分 蛋白质 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 能够滋补身体 提高身体的抗病能力 其次 枸杞搭配桂圆泡水喝 能够改善睡眠质量 这种饮品中的桂圆 具有安神的作用 可以帮助人们缓解紧张情绪 促进睡眠 同时 枸杞也能够促进睡眠 因为它能够调节身体的内分泌系统 减轻身体的压力和疲劳感 此外 这种饮品还可以帮助人们降低血压和血脂 枸杞中的多种营养成分可以降低血压和血脂 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桂圆则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增强心脏功能 对身体健康也有很大的益处 四 枸杞滋补 但不是人人都能吃 这四类人为了健康 家里枸杞越早扔越好 一 感冒发烧的人 枸杞性温 患有风热感冒的人食用枸杞 容易导致症状加重 同样 当人体处于发烧状态时 体内的热气难以散发出去 如果此时进食枸杞 也会影响身体的恢复 二 脾胃虚弱的人 枸杞具有滋补肝肾 明目润肺的功效 对于肝肾阴虚的人群比较适宜 然而 对于脾胃虚弱 消化不良的人来说 食用枸杞会加重脾胃的负担 影响消化功能 三 患有高血压的人 枸杞含有一种叫做甜菜碱的成分 这种成分能够促进血压升高 所以高血压患者应当避免食用枸杞 以免加重病情 四 热性体质的人 枸杞属于热性食物 对于一些热性体质的人来说 食用枸杞容易导致体内热气过剩 出现口干舌燥 便秘等症状 五 枸杞欲它会肝脏 或抑制癌 这三种食物不适合与枸杞一起吃 一 螃蟹 螃蟹是一种高蛋白食物 而枸杞中含有大量的柔酸 两者一起食用 会结合形成不易消化的物质 影响胃肠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甚至可能引发胃肠道疾病 此外 螃蟹还含有大量的生化物 与枸杞中的维生素C结合 可能会产生有害物质 增加致癌的风险 二 绿茶 绿茶中含有大量的柔酸 与枸杞中的多糖和蛋白质结合 会形成不易溶解的物质 影响人体对枸杞营养的吸收 三 牛奶 牛奶中含有大量的钙质 而枸杞中含有大量的果胶 两者一起食用会形成不易消化的物质 影响胃肠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六 经常吃枸杞 是泡水喝好还是干吃好 其实 这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 选择何种方式食用枸杞 应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 饮食习惯和需求来决定 对于想要充分摄取枸杞中的营养成分的人来说 泡水喝可能更为合适 而对于那些喜欢直接食用 且未尝到较好的人来说 干吃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 无论选择何种方式食用枸杞 都应确保枸杞的品质和卫生安全 七 枸杞子能吃吗 枸杞子富含多种维生素 矿物质和多糖类物质 如维生素A B1 B2 C E 钙 铁 铁等 这些成分对人体健康都有很大的益处 此外 枸杞子还含有一些稀有的生物活性成分 乳多酚类 黄酮类等 这些成分具有抗氧化 抗炎 抗疲劳等作用 对人体健康有很好的保健效果 那么 枸杞子能否食用呢 实际上 枸杞子是可以食用的 并且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的益处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拥有幸福晚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或设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马来自闭